据泰美报道 反政府示威游行集会9号将掀起高潮 不排除有包括曼谷中产阶级加入 局势仍难预测 为应对局势发展 应拉取消了原定外访计划 详情来看报道 2013年8月 泰国执政党提出的特赦法案 接受国会审议 由此引发了反政府组织的抗议活动 活动自8月7号开始 11月13号至15号期间进行了罢工 罢事和罢课 11月24号开始再次爆发大规模反政府示威集会 12月3号因政府放弃抵抗而宣布取得局部胜利 12月5号为迎接太皇圣寿节的到来 暂停了反政府示威集会 局势趋于缓和 12月6号晚 反政府示威领袖速贴发表电视讲话 称将把9号作为访工日 他将在这一天亲自带领民众到总理府前抗议 而红杉军也宣布将于10号在大城府举行反对速贴的示威集会 针对反政府的集会示威 总理英拉也一直采取退让政策 这使得目前泰国形势仍难预测 鉴于当前国内政治局势不稳定 泰国总理英拉12月6号宣布取消或延后近期所有的出访活动 如无法取消的将委派外交部长代表前往 此外 英拉总理还任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吉迪勒 为振兴泰国旅游业工业委员会主席 当天下午 吉迪勒连同泰国旅游与体育部 泰国国家旅游局领导召开了第一次会议 同时对于目前泰国政治形势 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萨米尔·洛克利尔三世 于12月6号在与英拉的会面中表示 希望政府和反对派通过和平协商方式解决 东盟卫视MGTV记者和交方整理报道